首先加拿大的建筑项目和贷款审批是十分严谨的 可以说鲜少的建到烂尾楼盘 绝大部分不符合的项目或者资金是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这个项目是很难开始施工的 但少数情况下如果真的遇到烂尾楼了 那定金还能要回来吗 中国烂尾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发展上它动用了客人的定金 然后就跑路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这个是叫血本无归的 但加拿大的一是首先是很少能真的看到这个烂尾 但第二就是真正如果烂尾的话 你的定金还是有保障的 那这涉及到一点就是这个发展上能不能动用我们客人的定金 原则上来讲它是不可以动用的 但是如果发展上要动用的话 他也要跟这个律师的这个interest account里面去申请 他要买一个这个定金的保险才可以将这个信托账户里的这个定金取一部分出来使用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他把定金也用了最后没盖起来房子 那这个保险公司会来赔付这个损失的定金的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发展商要想随便任意的拿这个信托账户里的钱不是那么的容易的 那如果真的要拿的话呢也会有保险公司来保障的 所以说加拿大你买楼花的定金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即使最后钱能够顺利的要回来 对于我买家来说那也耽误了时间和机会 首先这个钱并不是会说立刻到账的 可能要通过程序要两到三年之后甚至会更久 再加上楼盘拖延的时间 在几年后我们用同样的钱可能就买不到同样状况的房子了 尤其是对于第一套房子那个资金有限的买家来说 这就相当于增加了您的租房的时间 也增加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加币给套牢了 虽然在金钱上看来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但这个机会成本是不可不量的 我们还是建议手套房的这个朋友啊 在选择现房会降低风险 如果你想买楼花的话 大家可能要多对开发商做一些背景的调查 找专业的地产经济咨询 做好这个风险的管理